大家好,我是Dan 因为引起私生活争议 宣布暂停活动的来自思汉 宣布回归团队了 10月11号,SN官方发出声明表示 我们想要谨慎地向粉丝们传达 有关成员思汉的回归 以及来自活动方向的消息 由于出道前的私生活问题 思汉已中断团体活动约10个月了 思汉承认过去自己的行为有错 对成员们和粉丝们感到抱歉 并深刻反省 接近一年来停止了所有活动 我们也意识到此案过去的行为 不符合作为艺人的标准 因此我们对在重新开始活动的时机上 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 对于未能及时向大家提供 关于此案活动的相关通知 让粉丝们感到担心和疑惑 我们深表歉意 自出道前开始精心规划的来自下一个篇章 我们认为只有在7位成员共同参与下 才会更加具有意义 经过多次与相关人员及成员们投论后 我们决定让此案回归团队 并进行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逐步参与计划于11月的部分团体形成 并再次与粉丝们见面 此案在活动中断期间 仍然不断努力累积实力 未来还有很多想展现的部分 恳请大家以温暖的目光关注它 我们再次对一直支持 和关注来自成员的粉丝们 造成的困扰与难处表示歉意 然而来自是一个共同成员 并实现梦想的团队 成员们将团队置于最优先位置 甚至在此刻也在不断努力练习 我们恳请大家相信我们的决定 让我们以7名成员 此案也发布了手写信 向粉丝们也向再次握住 自己的手的成员们道歉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SM是被他抓住了什么弱点吗 为什么要做对团体和粉丝都没有好处的决定 如果打算让他回归 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暂停活动 直接无事就好了 已经6个人发展得很好了 为什么还要让不必要的成员回归呢 此案和大家都辛苦了 心里受了不少苦吧 现在能回归真的太感谢了 6个人已经出了很多歌曲了不是吗 真的没必要强行回归吧 除了那些总是爱韩国粉丝唱反调的外国粉丝 或独微之外 我偶像没看到有人想让他回来 但是冷静来一想 他也没犯什么大罪 而且这是在出刀前发生的事 已经活动中断了10个月 算是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吧 如果在演唱会看到他们彼此安慰的说 辛苦了还哭的话 感觉会无语到只想苦笑 但是也觉得这是有必要让他退团的事吗 他自己会做好吧 对于来自成员死汉的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以已经被选为年度歌曲的 Suponoba横扫韩国因缘榜的 Espa队长Karina 现在以个人单曲也占据了排行榜 Espa在10月9号下午6点 发行了特别鼠位单曲 其中包含了第二次演唱会中 成员们各自的四首solo歌曲 而Karina亲自写次的solo歌曲 一举拿下了美龙排行榜的一位 今年在女性solo歌手中 登上美龙淘百榜榜首的歌曲 只有阿佑的Luvie Wenzel PB Ponyange 千年与几古合作的Spa 以及Yongji的Smoker 而Karina也成为了四代K-pop女团solo歌手中 首位登上美龙淘百榜榜首的idol 哇 音色也好 表现得也太棒了 再加上看到舞蹈真的觉得大发 真的一点宣传都没有 还能拿到第一名 K-K-K Karina真的就是全能型idol太完美了 感觉Karina的魅力把这首歌发挥到了150% K-K 其实除了Karina的up之外 其间的Tupami Ninni的Borda 以及Winter的Spark 都非常好听 希望大家也能去听一下 K-Karina的Borda Borda